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包人 在全球央行年会指出 对抗通膨的行动还没有结束 立场是偏樱的 那么上周五美股是全面大跌 台股周一也跟着反应 那指数失守了万五的整数关卡 面对这样的盘势 投资朋友们该怎么来因应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方面人 同时也是改变医生的贵人 无论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独票投资朋友们到 好老师所以这个礼拜一的拉回呢 有许多内资主导的个股是相对抗跌的 包含像是这个政策概念股 还有生计还有这个解封概念股等等 那这些个股后续可以怎么来观察 其实药华药这次最大的这个贡献 就是在于说他把这个新药股的市值推到了一个市场上新的比价 大高峰那你想象一下他以前在200的时候跟现在在600的时候 他的市值是不是差三倍 因为他的股本就不到30亿对吧 所以在股本不变的情况之下市值什么叫市值呢 比方说我要一早餐店我开价500万嘛 对对不对 我我有一个什么什么店水果行 我开价200万对不对 我怎么样开价嘛对不对 那就是你要买下就是我的市值 当然如果说一般买卖就是台下 这个是买卖双方自己去谈嘛 是 但就公开市场的话当然就报价 有报价的嘛 现在大盘有报价的 你要把这家公司买下来 你要花就是1700亿 那当时股价在200的时候 是现在三分之一嘛对不对 那大概就是差不多500到600亿中间 那500多亿 所以你看他市值增加了三倍 到1700亿 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合一 合一的话因为他股本稍微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他股价比较低 因为他股价大概两三百 三百左右 大概只有药环药的一半 那他的市值大概是1200亿左右 1200亿左右 那元泰的话他的股本是最大 110几亿 也就是说他大概是合一跟这个药环药的三倍 三倍多一点 但是呢他的这个价格 大概就是只有他们的还不到最低的 所以合一如果说这三档股票 说元泰也一样 有机会再创新高一次 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创新高 是因为元泰的走势比较正规 他这个季线的正规力不可能太大 短线极大一块就要整理 回测一下季线或等季线上来等等之间 再走第二段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撑住了 包括元泰跟这个合一 跟这个要啊要在内 那么就可以撑住OTC指数在这边不受到外资的一个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内资就可以开始找股票 包括像什么呢 第一个 怎么说CDMO题材又变成一个新的新闻吗 是 那这其实也不是新闻讲很久了 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代工 那这个代工逻辑就是说 因为台湾是这样子 过去曾经有很多代工成功的记录 比方说你看帮人家代工游艇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早年这个可能牌子是这个国外的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像这个鸿海集团 他们早年就是帮人家代工很多嘛 有代工桌相型的电脑 代工一些电脑周边 然后有代 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一块叫机壳啦 后来他就把它分拆了嘛 是 然后我们看到手机 对不对 代工手机嘛 对不对 不然我们都富士康 对不对 好那叫代工 所以台湾其实代工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包括你看像这个半导体 IC设计就设计 然后这个连电台积电你就代工嘛 对吧 你就好好做好代工 所以这个模式台湾人是做得还不错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它挪到这个生计上面 有没有机会成功 因为这台湾人最拿手的嘛对不对 所以大家对他就寄予厚望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4726永新 我们上礼拜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有新的这个低价位的这个 CMOT他的股票也开始来做发动 那果然今天就做了一个涨停 对礼拜一个涨停 不过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 我想很多的投资人他没有把他感同身受 因为今天大部分的投资人 他心里的想法很简单 我都吓死了 你还跟我说谁涨停 对不对 我都想说要不要赶快卖股票 对 但是投资人你要反市场做一个思考 是 90%人都这么想 那请问涨停的人是谁锁的 对 所以这都要反市场心理 那就表示说 那一档股票 他今天锁上去的过程当中 他的买单都不是一般人嘛 对 对不对 不是这种一般投资人 如果都是一般那种当中客的话 你这种筹码很乱 很容易就是隔天开高就下来了 对 好那这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大家在这个市场在这个 有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是 信心受挫的时候 大家这个没什么胆在做股票的时候 那我要注意了 你拉这个下影线上来 谁先翻红 谁创新高 谁攻涨停 这些股票就特别容易成为9月份的主流 因为筹码是相对干净的嘛 对 所谓的筹码干净 并不是说没有人去买他 一样有人去买他了 只是说买他的人的身份 那往往不是看这个太短线 对不对 你要看太短线的话 你说今天开那么低 对不对 很多人在这边杀股票都来不及了 那你说你拉一支股票 比方说广基好了 广基在今天盘中创一个新高 是 那一定有当中客 这一点我相信 但是不是全部当中客 我倒认为也不是 因为你看 像那个上礼拜五 你看这个耿鼎 对不对 对 因为通常来讲 大跌的时候 第一时间大家会抢反弹 是什么股票你知道吗 大概就是前一个交易日有锁住的股票 因为有锁住门你买不到嘛 是 对 前一个交易就是上礼拜五 有锁住你买不到 或长虹你买不到 对 或拉太早你追不到 那美国股市大跌 然后呢 让这些周五的强势股开低 买盘就进来了嘛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 像包括什么 耿鼎 何泰 甚至于像那个威胜 对不对 刘威胜的话 上礼拜五尾盘不是拉起来拉长停吗 这种股票就 还有那个谁 何大 TESLA那个何大 这种股票在礼拜五手上长停的时候 礼拜一早上一开低就最好的买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你上礼拜五买不到的 他给你这个机会的话 当然就市价就买了 那所以今天早上轰一下 你看何泰很快就翻轰了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逻辑 就是这一次的强势股呢 本来就是要在这个拉回的过程当中 来做布局 那么强势股当中的话 当然也包括这个生计股 所以你今天早上才会看到 台康升跟何一 大概翻黑大概只有10分钟吧 是 然后就翻好了 就翻好了 对 那这个也可以告诉各位 就是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本来买不到的股票 因为美国股市大跌 反而有机会买到了 是 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所以整体来说 我认为说这个礼拜的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都是一个重要的布局点 我们也欢迎投资家们 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那强调一下 就是说这里要 有一个来回操作的念头 是 我们很多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也都先出一趟嘛 对 你哪怕就算出错了也无所谓 我举个例子 你说你上礼拜广基让你出错好了 因为今天广基盘中有创一个新高 是 假设你上礼拜五尾盘出掉了 对不对 赚钱出掉了 那今天创一个新高拉上来 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早出一天好可惜 但你想想看 你上礼拜五出掉了比方说200万好了 是 今天早盘是不是很多股票开低 对啊 买回来就好了 而且赚钱还比较低 对啊 所以我刚刚跟我讲就是说 30档股票做股票池 这个来回交换没有错嘛 对 你卖掉一档股票 你说他创新高 可是这种盘式当中 你创新高也不可能就扬长而去 对 对不对 那你钱拿在手上的话 你就在30档股票当中抓 拉回来第二天的股票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你像美食 上礼拜我留一根上影线 对不对 是 今天早上不是开低吗 是 明天就是买点的啊 对不对 你就开始抓买点 因为他就要靠近月线的啊 那假设说他明天不开低 如果他明天不开低 是不是有股票在这边 有抓到这个买点的机会 当然有啊 汽车零主件就有了 对 对不对 因为你上礼拜 一粒店他们供完两根以后 今天刚好做拉回嘛 所以你上礼拜卖掉了股票的话 你可不可以在明天 假设你买不到供业店的话 你就抓一个这个汽车零主件 买回来就好了 再不然就是生计股当中 去找一个拉回来买点 所以强势股来回操作 是这边的重点啊 我觉得哦 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今年真的要去找 那种很好的行情的话哦 你问我 我认为应该是在9月第四个礼拜啦 9月下 对 所以说你确定这个美国升完期以后 是 那我再强调一次 你不要去管他升级码啦 不要去研究研讨他那个内容 那个东西只是华尔街在找的借口而已 他如果要拉的话 你升纸码照样拉啦 是 对不对 他升纸码一样可以啊 告诉你说你升纸码对不对 代表呢 这个 呃 最高峰已经快要结束了 对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呃 他也没有提到四码这个是压根 但让大家没有这个念头 他只是重提一次说 我们认为三码是恰当的嘛 是 那你这个还不是跟7月一样 对啊 那7月你你认为是买点 现在为什么不认为不是买点 这逻辑也不通嘛 是 所以也邀请大家 我特别针对8月上旬没有赚到钱的朋友 我认为8月下旬重新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你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跟我们再做进场 好的 那就请大家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参与资产免费的LINE账号 那么强势股呢 就是要善用来回操作 如果手中的持股是不动的朋友 一定要赶快来找老师做这个换股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大盘这一次拉回呢 是给没有参与到8月反攻行情的朋友 第二次上车的机会 趁着拉回呢 一起来滴接强势股 手中的持股如果是不动的 或者是有再破底风险的个股 一定要做换股操作哦 请先加入 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不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在这次内资主导的股票当中呢 我们即将布局全新的9月币买股 要请大家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礼拜一呢 有许多个股啊 一开低就有买盘进场低接 也就是大加大跌我收缴的情况 那就请教老师这些个股 后续可以怎么来追踪了 我们看一下永鑫 是 因为他今天已经拉涨停了 所以明天也不用追了啊 但是昨天跟前天 有没有分别留一个上影线跟长黑棒 有吗对不对 有耶 上影线很长啊 上影线是不是代表说 长黑棒是不是代表说短线客都下车了 是 那美国股市开大跌 然后呢 早盘一开出来 其实CDMO的题材就发酵了嘛 对 那为什么在礼拜一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顺利的就工长停 很简单 因为他前面卖牙都已经消化了 是 所以呢 今天跟昨天有留上影线或长黑黑棒的 反而是你要在未来这几天去找买点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 长黑黑棒就代表这个什么反弹已经结束 不是这样子的 你指数再怎么跌 你再怎么不抢 你最多了不起区间操作 是 你说你这边要往下探什么 1万2 1万3 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国安基金就跟你说 1万4守在那边 下半年 还要选举 你说你要跌到哪里去 不太合逻辑 是 但你说这个指数能够大涨吗 我看也很难 因为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本来就台币就不抢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指数就是一个大区间震荡 下档就前低嘛 上档就是昨天的上礼拜的高点 就这样子 在大区间震荡 那么震荡到低点的时候呢 低位区靠近这个1万4千多的时候 你就要大买 然后呢 反弹上来 你就要开始准备强势股准备来回操作 是 那么题材的话当然几个 就是说政策股票当中包括 然后我们继续讲 比方说台康生 那台康生的话涨到第6天 其实这是最标准的CDMO题材 这政策概念股 那我们看到新药的部分的话 刚刚说过这个药华药跟荷益 因为他把这个市值比价空间搭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北极星 那北极星的话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有再创一个高点 所以生技股还是主流啦 是 确实是如此 你就算再怎么 再怎么假装没看到也没有用 他就是那么强 对他真的就是那么强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那不管你多强我都不要做 这个也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说股票市场是这样子的 不是你去磨练别人 是别人来磨练你 对市场来磨练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 像我 我看过很多很优秀的人 最后没有什么成就 都是因为坚持己见 反而我倒认为说 孙的世界 世界怎么样去训练你 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是 在股市当中都比较有成就 那我自己是这样子 就是我不排除 市场上市哪一种股票来当主流 所以你会看到每次主流的话 几乎都我们来做参与 那我们回头来讲生技股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盘面当中比较强 是 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说 假设你做生技股在这波有赚钱 那么一旦他拉回了 你就会想再哪一次 对啊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态嘛 你假设说一档股票 你80涨到100 你100卖掉 结果他涨到120 你心痛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嘛 对不对 那120这档股票他如果又拉回100块 你就会想接回来 对 很正常啊 他就又要你上车了嘛 所以他的热情就不会散了 除非说你真的出现一个波段的结束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强制股都没有嘛 药滑药又合一都没有嘛 对 所以北极星哦 这个地方就继续往上走了 那新药研发当中就继续看了 像包括今天有涨到像什么太景 对不对 是 这就说价格比较低新药研发的 那新药当然还有一些题材 就是联合到CTMO CMO的题材 像我们看到6712的长盛 那这边其实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越来越强 有一些股票 他其实行进间 他不会停下来等你 可是如果遇到美国武士大跌 让他停下来的话 其实你就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所谓的细胞疗法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就看这个 政策概念股当中的解封概念股 是 解封概念股的讲法跟生计不太一样 因为你想想看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这个华航为例 两年之前大家就期待解封了嘛 对 所以当时华航从不到10块钱 涨到30块左右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合理的这样讲 就是说一档股票涨了300% 算多吧 算多算多 你不可能说不算多吗 那当时问一买股票的人 他心中就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期待你解封 带动你业绩嘛 对 好 那现在股价已经拉回大概两到三成 你如今反攻 第一个钱高过不过 这是个问题 抢反弹大家都OK 包括你说什么 三富啊 什么凤凰都一样 就前面的这个反弹 你从低档涨上来都是OK的 但你到了钱高附近 你过不过高 这就是有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来讲解封概念股 强反弹四肢的 因为你到了真的解封的时候 如果你钱高没有过的话 他反而变成右肩 会打一个M头下来嘛 那么这里就是心态上的问题 就是先在这里短线四肢 那如果说你在这边能够确认 营收要出来 因为你涨三倍了 如果真的解封的话 大家会看你下个月营收多少 是 但营收如果没有跟上来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 那你股价涨那么多 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右肩下来嘛 对 所以解封概念股 这边我这样跟各位讲了 可以做反弹四肢 来到钱高附近呢 暂时就不要追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绿能概念股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汽车了嘛 对 车用的 汽车的话 如果我刚刚所说的 现在和大 上礼拜五 涨停锁在那边 你今天开地 大家第一个最想买的就是他吗 或者说像什么同志啊 对不对 然后茂莲啊 这种股票其实逻辑上都一样 你之前没有涨到 或者说你礼拜五有涨的 然后呢 好不容易这个美国股市大跌 让你做进场 市场上大家就会来做一个进场 再来就是说 这个上礼拜本来就是在一个多方格局 那这个部分当然很多啦 包括像什么这个连展投控啊 那雍智科啊 因为你站上季线的时间 本来就是蛮短的嘛 是 大概都是在上礼拜或上上礼拜 那么你站上季就代表说你空翻多了 可是呢 因为美国股市的大跌 导致于你有拉回的机会 那是不是下一个时间点 就有机会变成一个新的主流 是 所以现在邀请全国所有的朋友 8月份上旬如果没有赚到钱的投资朋友们 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拉回来给你坐上车 我们也带你买进新的股票 好的 那么这个错过8月第一波反弹的朋友 9月份就是一次拉回买进的机会了 那外资现在既然是偏比较保守的动作呢 现在就是要把握那一支的股票 包含老师刚刚提醒的 有这个生计 还有这个车用这些解封概念股 大家都可以好好来留意这个布局的时机 所以未来三天呢这个黄金的买点72小时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把握 把握这一次新进场的机会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Den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 我们的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千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听众朋友大盘这一次拉回 是给没有参与到8月反攻行情的朋友 第二次上车的机会 趁着拉回一起来滴接强势股 手中的持股如果是不动的 或者是有再破底风险的个股 一定要做换股操作 请先加入蔡英吉坦免费的卖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在这次内资主导的股票当中 我们即将布局全新的9月币买股 要请大家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